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记得第二集有提过虚米的种类有很多种 延续我们上一集的上半身动作 这一集来教大家如何动动我们的肩膀 好 我们要动肩膀之前呢 我们先找一下我们的小翅膀在哪里 好 大家已经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们这时候就要转过身 来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背 小翅膀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两个凸出来的肩胛 我们的肩胛骨 大家可以自己往头上摸一下 是不是 诶 有突出来 有摸到吗 有摸到喔 对 突出来的两个骨头就是我们的肩胛骨 它是很容易会让人家遗忘的地方 最熟悉的陌生 对 熟悉的陌生 很多人觉得诶 我的肩胛骨到底在哪里 但是呢 你往后背摸就会找到了喔 好 找到我们的肩胛骨之后呢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做动作 肚子稍微往内收 一样 手摆在旁边 那记得要开始启动任何动作之前 都要记得收肚子 好 找到肩胛骨跟肚子往内收之后 我们试试看喔 把右边的肩胛骨稍微往前推 好 换左边往前 一边肩膀再往前的时候 你的另外一面会往后移动 左 右 左 右 好 我这样讲好像做得很轻松 但其实这个动作 一开始要抓感觉是很不好抓的 所以我们在家里做 这样手放在旁边不好做的话 我们就可以找一面墙来帮助你 好 因为现在我这里没有墙 所以我们就请法老出场一下 好 来 安全帐可以放 好 假设法老现在是一面墙 我们的手呢 就放在墙壁上 肩胛骨往下压 好 记得喔 放墙的时候 身体不要这样往前倒 撑住我啊 你撑 我有那种吗 身体不要往前 肚子也不要这样放出来 所以把它肚子往内收 好 屁股 被夾紧 放松之后 找一下肩胛骨 再往前退 一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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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 对 你先来个墙壁 一 那我们的手再稍微 一一一一一 二 好 如果你在家里对着墙壁 你这个墙壁很无聊的话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好朋友或是家人一起做動作 好 從慢的開始 一 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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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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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來裝 這很特別 等一下 我們先給觀眾看一下 來走秀一段 她今天的眼睛非常的用心化 OK了 你就這樣直接推長吧 你就位你的位子 謝謝 好 如果在加州的牆壁頁 已經抓到感覺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找一個空間 把你的手放在旁邊 不靠任何的幫助 自己試試看 做的時候我們的肚子也要往後收 往後 一二一二 好慢慢來 一二一二 那我們是不是坐著也可以練習呢 對我們這個動作不只可以站著練 坐著也可以一起練習 好 來假設我們現在呢 坐在椅子上 在家裡呢 你可以扶著你的大腿 用大腿來定住你的手 肩甲骨一樣繼續往前推 或者是坐在沙發上有把手 要扶住兩邊 也是可以練習 還有啊 如果是上班坐在電腦桌前面的呢 我們就可以用我們的桌子 幫忙扶在桌上 然後一樣肩膀不要下腰 然後開始坐前後 一二一二 好那我們從慢到快來試試看 扶著桌子的嗎 我們試試看手打開的好了 好 手打開 一二一二 一二一二 慢慢的加快 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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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可以跟著一起晃 好 等到這個時候已經肩膀群平做完啊 你可以稍微放鬆一下 放鬆的時候 你會覺得應該是肩甲骨要痠 而不是你的上手臂 一開始很多人都會覺得是上手臂痠 沒有關係 做久了你的手臂也比較有力的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是肩甲骨痠 所以肩甲骨一定要下壓 可是不要摔到肩頸這一塊 如果你發現在做這個動作 摔到肩頸的話 表示你的動作已經是變形了 你的肩膀已經往上跑 所以他才會摔到肩頸這一塊 好 現在在看影片的你們一定是做的對不對 所以呢 現在就趕快舉起你們的手 跟著我一起做肩膀GIMING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記得作者也聊起來一起動動喔 好了那我們就下次見吧 掰掰 慢慢再加快 往前走 後退